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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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最新的风暴消息 8号西北列峰说 暴风信号现正懸挂 越带风暴感云 经已集结在将军澳上空 香港天文台以东大约15公里 以时速大约12公里 是横过香港 而香港东部地区 已经进入了感云的 风眼范围 我们的同事洪杰茜 现在就在外面 洪杰茜 感云经已到了将军澳 中环方面的情况如何 陆瑞胜 其实我在皇后码头 感觉到风已经小了一点 因为香港已进入了 感云风眼的中心范围 所以风力自然会减弱一点 风眼过了之后 风力是会增强的 但是其实雨下不停 我们先和大家 在天文台以东大约15公里 距离天文台以东大约15公里 以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香港 本港东部地区已经进入了风眼的范围 香港各区的风向 将会出现不同的变化 原先有地形阻挡的地方 可能会受到裂风正面吹袭 金文中心附近的雨带 现在横越香港 本港多个地区 现在是挂起频密的狂风骤雨 雷暴警告和黄色暴雨警告 现在生效 新界东部部分地区的雨量 是超过50毫米 因为海面有大浪 天文台呼吁市民要离岸边 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 在石澳榮灘 虽然挂起了红旗 但是仍然有十几个人滑浪 亦都是有一家大小看浪的 吴仙凝 新界区雨势现在是怎样 李探榮 这里的风势和雨势都一样 是一阵阵的 如果好像强风 就像现在那样 那些雨是差不多打橫的 但如果是平静 我交到前面也是静了一阵子 不过虽然是这样 但是其实交通大致上 在这里都是正常 见到 罗湖的火车服务 仍然是维持正常的 大概是十分钟左右 就会有一班列车 由于我们的罗湖关口 仍然是在开放 所以暂时仍然是有列车去罗湖 现在我们见到的士 这些排长龙 较后那条龙 就是的士司机 因为天气恶劣 已经收工 把车排到的士站 但是前面还可以见到 有一两架 亮灯的士 是接载着乘客 他们说 由于生意不好 所以就算是打大风 都要冒险做生意的 是的 这里的情况 现在暂时 都还可以 都还可以 那就是 sorry 陈佳怡 现在就在铜锣环 陈佳怡 你来那边的情况 有没有这边这么恶劣 其实我们这边 一样是风势很大 下到很大雨 现在其实陆路交通 都已经受到一定的影响 有很多条巴士线都已经停洗 乘巴 已经有七条巴士线 已经停止服务 而乘巴的机场巴士 除了S55和S55P之外 其他都是维持正常服务的 另外 新巴就有八条巴士线 是已经停洗 而九巴也都有八条巴士线 是已经暂停服务的了 那我在这里的报道告一段落 先交给新闻部 谢谢外面的同事 海上交通方面 本港港内外小轮已经全部停航 信德游本港去澳门的喷射船 已经全部停航 来往内地和香港的船艺受影响 香港珠海的航线全日停航 珠江客运今天早上来香港和抵港的航班 全部取消 组兴公司去潘苑南沙的航线也暂停 连接赤立过机场的青马大桥 来往的私家车 仍然可以使用上层行车线出入机场 但其他的车就要用下层行车线 丁九桥禁止电单车和货柜车使用 至于机场的航班就略受影响 十班离港的航班和七班抵港的航班要取消 两班要转飞其他的机场 另外有六班机日延误 受影响的大部分是中华航空公司的航班 华航取消下午四点前 所有飞去台湾和东南亚所有的航班 查箱的电话就是2769-8391 港龙航空的热线就是2590-1166 国泰航空的资料可以打两个电话 2747-8888和2747-8999 风暴消息的那段落 请随时留意我们的报道 各位最新的风暴消息 18号西南涅风或暴风讯号 验证悬挂 热带风暴感民现在集结在将军澳上空 香港天文台以东大约15公里 以时速12公里还过香港 香港东部地区经已是进入感民的风暗范围 感民的雨带亦是环渠香港 雷布警告经已是生效的 而深井新村受到风暴影响居民的安全 受到威胁有关方面是要求他们疏散的 请回到点游马淑仪报道 警方一早就派出警员 去到深井新村和附近的商业新村 了解情况 趴快点门 又劝语居民准备疏散 早上去准备 如果大空大雨要暂时离开这里 好 等一会儿 母义前辈 你好吗?母义前辈 还记不记得我? 你是哪位? 你不记得了? 我的名字叫三条英子 大陆 快等一会儿 你不记得 快等8 快等一会儿 快等下 快等一会儿 快等一会儿